可能大家都知道 要想拥有一副好身材 我们必须要做到管住嘴 迈开腿 然而 就算有的时候 我们能心血来潮地减上几斤 可没过多长时间之后呢 又会反弹回去 很难坚持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请来了十位 大家非常喜欢的健身博主 给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是如何在几年 甚至是十几年的过程中 都能维持一个很好的身材的 到底有哪些方法和技巧 我自己也很好奇哦 那怎么话不多说 现在开始 Jesse你是如何 常年保持一个这么好的身材 你的饮食啊 训练啊 还有或者是一些小技巧 有没有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可能就是自己看自己 都有一些缺陷吧 从来就觉得自己身材很好过 保持低体质的话 可能就是 常年的已经习惯了 低油 低盐 然后吃不太精细加工的那种 碳水化合物 以前我是一个碳水大王 然后也特别特别想吃甜食 但是17年的时候 因为KIP课程当时要重新开摄 所以我就连续三个月的时间 就天天都只在吃沙拉 然后去面 就导致了我迅速的养成一个饮食习惯 就再也不喜欢吃 严重的食物 甜品类的也不太喜欢吃 那对你来说 有没有什么一些平时 比如说你饿了的呀 或者说小放弃的时候 一些小技巧能帮助你来 可以吃这样的一个体质和身材呢 我其实不太容易饿 因为我好像一直都在吃 对 但是吃的可能就是会稍微健康一点 我可以给你看一下 我刚才叫的外卖 是这样子的 还有这样的外卖 现在对 就是它可以单点喜欢吃什么 然后我特别想吃糖心蛋 然后就会点两个糖心蛋 然后菠菜 南瓜 还有黑玉米 下面有一些菌菇类的 也是稍微有一点味道的 但是像菠菜这种都是直接水煮的 我还是一个普通人 我不想让自己一直吃的 特别的惨 如果你想给那些 想常年维持一个好身材 不知道该从何下手的小伙伴 你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不要节食 就是用你现在的方式 然后在你现在的饮食方式上 做一点点调整 就是多了或者少了的调整 但是如果体重很大 你想健康的话 就需要去专门的去找方法 那正常的 像我们正常身材的人 不需要做太大的饮食调整 多练就好了 我非常同意Jesse所说 一开始我们也许并不需要一个 非常详细的饮食计划 而是完全可以在你现有的基础上 进行加法和减法 比如说大家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可以吃一半打包一半 或者在去超市的时候 注意一下食物的标签 因为在前期我们并不需要 精确地计算卡路里 而是要培养一个 控制饮食的意识 接下来咱们采访一位男生健身博主 艾里克 问问他 要想达到这样的身材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所以艾里克 你是如何常年保持身材的呢 有什么方法和秘诀吗 我觉得 对于要维持一个身材的话 不管是维持也好 还是说 我们要现在去打造也好 最重要的还是保持一个规律吧 休息 饮食和训练 我也不用打比赛 所以说在饮食方面 我也不用太刻意去做到 非常精细化 不过大概会有个数 就是按照我之前那个基准 200碳水 200蛋白质 80克脂肪左右 而一周七天 会有三到四天 我是处在一个 自己做饭的一个状态 而其他时间可能难免 朋友三四聚一下 或者是有饭局什么的 这种情况下 因为长期以来 对这个饮食比较有数了 所以说我们知道 怎样去进行一个选择 哪些外卖 哪些餐馆 哪些菜 我们可以多吃一点 哪些可以少吃一点 油大的 OK 那我们就尽量避免 然后高蛋白的东西 像什么青森的鱼 什么的牛肉 这些 就多吃一点 也就是说想达到你这样的身材 并不需要非常精确的计算 每天的卡路里 每顿饭的卡路里 对不对 我也比较喜欢吃 所以说你让我天天水煮 寄凶什么的 我肯定受不了 但是营养 基本的营养素 是要满足的 就是咱们健身 也要讲究高蛋白 碳水的话 可能也要尽量 从优质碳水里面去选择 一周七天 像我刚才讲的 你可能需要大部分的时间 三到四天 你要能自己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控制 不需要太进去 但是有个数 其他时间 不能太放纵 可能你安排个一天的 一个chilling day 没关系 在训练量上 要保证强度 容量 同时尽量缩短 自己的休息时间 这样的话可以变成一个 大重量情况下的 一个HIT 这样的话可以在单位时间内 我们可以达到消耗更多的热量 保证自己一个体质率的维持 根据埃里克的回答里 我发现了两个大家常见的误区 第一个就是 要想保持身材 我们不能摄入过多的脂肪 然而在它的饮食结构里 有三分之一都来源于优质脂肪 第二个误区就是 我们必须要做大量的有氧 才能保持低体质 然而埃里克说 他平时几乎不做有氧 而是通过缩短力量训练的休息时间 提高心率 从而达到减脂的目的 也许这个并不适用于新手 但是对于那些 平时运动时间有限的人来说 绝对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接下来我邀请到了 大家非常喜欢的博主 颜帅奇 来分享一下 他有哪些实用的技巧 最大的方法 我跟你说就是饿 每天睡前 带着微微的饥饿感入睡 这样的话 就体质绝对是很OK的 每天带着饥饿感 这种饥饿感 有的人特别饿的话 睡不着觉 这个程度该如何拿捏呢 我自己算了一下热量 如果咱每天热量缺口 小于500大卡的话 它其实不会睡不着觉的 200到300大卡的热量缺口 就会饿 能减脂 能长期坚持 因为它不会很难受 你会比较舒服 就挺好的 那具体到每次吃什么 比如说你一餐多少蛋白质 多少碳水 你有精确计算吗 还是你只是看 凭自己的感觉在吃呢 我算过一阵 然后到后边 就是我会用比如说 手掌去大概比量一下 你比如说蛋白质 会大概一个手掌的量 然后碳水的话 可能就四分之三个手掌 然后还有一个手掌 我就放一些菜啊 这些蘸肚子 有膳食香味的东西 可能大家都知道 无论是增重和减重 我们主要是看卡路里摄入总数 可是根据我个人经验 我们不仅很难做到长期计算 而且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误差 这个时候用饥饿感来衡量 自己是否有在减脂 往往是更加实用 而且方便的方法 在实践过程中 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调整这个热量缺口 避免过度饥饿导致反弹 那训练的话 为了保持低力值 你会进行额外的有氧吗 或者大强度的训练吗 就大强度力量训练 去健身房那种是 我是五天一个循环 练四天休息一天 然后呢 有氧的话 我最近才刚刚做 但之前几乎是不做的 我最喜欢的就是像 北京这些六女儿大爷一样 去公园走走路 就每天凑个一万步左右啊 根据上面三位博主所说 尽管有氧并不是必须的 但是要想长期保持 像他们那样的身材 要至少进行 每周三次以上的力量训练 那关于饮食 还有哪些技巧呢 接下来我请来我的好朋友 简直小柯和努努 来分享一下 他们是如何通过饮食 来长期保持身材的吧 点外卖 我觉得减肥 或者是维持身材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一定要了解自己 不要做自己 不想做的事 能坚持 这个呢 就是我们超市去买的那个 烤鸡 然后这只鸡呢 我是经过一个测量 蛋白质总含量 至少是在150克 你看这油水大不大 很大呀 对这怎么 非常大 每吃一大口鸡肉呢 我们就吃一丝丝的外卖 因为很多时候 你单纯吃这个蛋白质啊 想做干净 就是很难 而且这个非常省时间 我们现在基本上也不做饭了 我确定一下 这个是你减脂期的饮食 对吧 过去两个月 我就这么吃的 好 照片我必须给放在这 OK 所以说如果在国内的小伙伴 可以买那种 在淘宝上那种 及时鸡胸肉 我觉得减脂最关键的 就是要保证 蛋白质的一个 每天持续性的供应 还有这个蛋白质的量 一定要保证在一定水平 这个减脂非常非常快 我不这么觉得 我觉得减脂最重要的 就是要坚持 不能坚持下去 所以减脂 OK 其实在之前饮食那期视频里 我有给大家提到过 我们可以在80%的时间里 是自己应该吃的 而剩下的20%时间 留给朋友家人 吃些自己喜欢的 那小柯和奴奴的方法 其实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就是我们可以把每顿饭 按照80%和20%的方式 进行分配 这也算另一个 可以让我们坚持更持久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一起采访一位 经常有拍照任务 要在镜头面前 保持最佳状态的健身博主 陈暖央 问问他是如何 在常年保持身材的 我记得大概是18年有一天 然后我的美工就跟我讲 不是跟我讲 是跟我的助理讲 还是偷偷地讲 他说 你跟暖阳说一下 让他就不要吃那么多了 就是说我们的照片 现在 劈起来是有难度的 听到这个话的时候 就整个人都非常 充满了悲伤 你知道吗 然后所以我就调整了 我的训练目标 所以我就刻意地去控制 就是我晚餐 会提早吃一点 就是比如说我6点多就吃晚餐 我吃完之后 我晚上会很饿很饿 但是我就是不吃东西 我用喝水的方式 去代替吃东西的方式 明白明白 其实陈暖央在这里 所使用的方法呢 就是这两年非常流行的 间隙性断食 因为当咱们把晚餐提前 到第二天早上 我们会有较长的一段空腹时间 当你的空腹时间越长 我们的胰岛素水平就越稳定 就越容易进入一个染脂的状态 这也是我常年 一直在使用的一个方法 那很多人可能他就很难挨过 那种晚饭之后 不再吃东西的阶段 但是我可以 并不是我意志里有多坚强 因为我会知道 去吃一些有的没的的小东西 然后我的体重 其实现在还是比较可怕的 我自己觉得很可怕 因为我体重大概是在 84到86之间 其实我自己也会在身边 准备一些像口香糖 苏打水这样 零卡的小零食 从而避免自己 去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 那生活中还有很多因素 会影响我们保持身材 比如说你刚找了份 很忙的工作 或者是搬了家之后 健身房离你很远 所以接下来呢 我请来一对 刚生完宝宝的健身博主 小编Candice和伊多 来分享一下 他们是如何应对 这些环境的改变的 我以为生完孩子的身体呢 就是你怀孕的时候是这样 然后你生完孩子 你就回去了 但原来就是不是 我调整的方式方法 就是不断地去翻看 我之前健身的一些照片啊 视频啊 就是提醒自己嘛 因为当时刚生完宝宝的时候 我的情绪是很差的 多多少少还是会受到一些 产后抑郁的影响嘛 可是具体到饮食和训练上 你是怎么一点点实行的呢 我至今还都非常信奉 Mirror Prep这个备餐的方法 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把饭 一盒一盒的做好了 然后我每天每一顿 我只吃我盒子里面的饭 那我一定能把我的量给控制好 就是我摄入的卡路里 给控制好嘛 所以我觉得Mirror Prep 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多哥现在也肯定是 基本上维持百分之七八十 以前的那种生活和训练状态 对不对 现在有工作和小孩了 所以最近才拉到保证一周四年 基本上练一天停一天 这个规律的运动还是挺关键的 我觉得我很会平衡啊 就是说如果今天出去工作 出差或者怎么样 大家吃什么就吃什么 大家晚上夜里面11点多 吃火锅喝啤酒 我肯定也参与 我在第二天第三天 我即便再没有时间 我也会让自己动一动 即便不是一个小时训练 我去绕着酒店 快走三十分钟 我也会觉得好像会有帮助 所以说我会非常的享受 现在的生活和同事之间的这种 胡吃海塞 就反而是一种平常心吧 就不去计较一根卤笋啊 或者十克的米饭啊 OK 作为曾经的室友 以及一起比过很多次见底比赛的朋友呢 多哥的转变也让我觉得非常感慨 但是无论咱们的生活角色和目标 有怎样的改变 保持规律的运动和良好的饮食习惯 都能让我们长期保持一个不错的身材 那接下来我请来三位博主来重点聊一聊 假如咱们现在是新手 还没有达到自己的身材目标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要太专心去说我必须得达到什么样的一种身材 不然首先第一的话 你想达到什么身材的话 你是在跟其他人比 你肯定会看到一个另外一个人 我感觉他身材很好 我想象他的身材 没有两个人是一模一样 而且有可能他们的身材方式不适合你 所以的话你就得慢慢磨磨蹭蹭的去感受这个过程 去了解一下你自己身体 自己的饮食 自己的一些喜欢是在哪里 有可能我爱去鞠铁 有可能你爱去爬山 Find what you love and then go from there but必须得感受这个过程 我觉得如果有能力的话 我是非常建议健身的 尤其是初期 去找一个好的靠谱教练 如果你有一个好的教练 他可以让你少多很多关路 然后他不光是这样 可以让你更专业的更喜欢职业 然后会给你一个很好的审美的方向 可是叫哪去找像你这么好的教练呢 找教练我也有几个小的建议吧 第一个就是你要看他的体型 所以大家都知道 你想要练成什么样 你的教练就是什么样 第二个就是说 肯定有些教练他很忙 会特别多 所以他可能外形上不是那么的大一点 但是你可以去观察他的会员 如果你搬他的会员都不错的话 那就是你这个教练是很好的 如果说你是刚开始锻炼的话 我认为最重要是坚持 因为你只有说过了坚持这个盘以后 像我现在我根本不需要选择去坚持 因为他已经是我的生活了 我从来不会把健身当作为一个任务 就是他就是一天当中就像我喝水 吃饭的正常 然后等到你从坚持已经变成习惯以后 我认为保持可能身材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吃你之前一样的食物 但增加你的训练量 我认为就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身材 你认为这个坚持的周期对于你阴影经验来讲需要多久 自己曾经试过就是选择要不要去锻炼 根据2009年的调查研究显示 养成一个新的习惯 平均下来需要66天左右的时间 那对于新手来说 无论是控制饮食还是健身 都需要这样的一个过程 OK 其实今天做这样一期视频 主要就是通过了解博主们真实的方法 带给大家一些灵感 从而让你运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那尽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 但是通过对话 我找到了这些共同点 首先大家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身材 而是都经历了一个身材转变的过程 饮食方面 大家并没有精确地计算卡路里 而是通过自己的身体感受来调节 在运动上 有氧并不是必须的 但是大家都有在做3到6天的力量训练 第四点 大家普遍认为 无论是健身还是控制饮食 最初的3到6个月都是比较痛苦的 需要用意志力来坚持 但只要过了这个阶段 就会容易很多 最后博主们都比较喜欢 目前的生活方式 并没有觉得坚持起来很困难 好了以上呢 就是今天视频的完整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哦 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关注 把你的小铃铛点开哦 同时我也非常感谢 能够参与到这次视频制作的博主们 我会把他们的频道链接放在评论区 大家不要忘了给他们 也点个关注哦 那今天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